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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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童迅速消瘦 在2月16日 女童因为剧烈的呕吐症状 并失去意识 情急之下才紧急送医急救 令人遗憾的是 女童在抵达医院之前 就已经回天法术 她平常没有很瘦 是她开始上吐下泄瘦才开始变瘦的 先生没有工作 那你们看什么过身份 低收入部 西筑县政府社会处表示 协助送医的消防人员跟医护人员 发现女童身形明显比一般 童年龄的六童体格更为瘦弱 应该是因为连日呕吐 上吐下泄所造成的 因此腹泄的病情拖延到第四天 女童已经完全没有体力 医务人员在救护车上 便立即逝与急救 但是女童还是失去了生命迹象 路上的时候她就已经呈现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CPR我们立即给予CPR组织 AED不建议电极 但是到院前还是呈现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来到送信人家的家中 生活经济状况并不理想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处长说 由于女童父亲俯出狱 没有工作 母亲全部依赖低收入户 补助一万五千多元 来抚养六位小孩 未来社会处会加强 清寒家庭的关怀频率 并协助家长解决就业的问题 乡镇公所 他们都可以发现有这种需要帮助的 可以多主动 像学校的体系 邻里 公所 这个他们都可以 替他们填写申报单等等 如果紧急的话可以请119 这都是免费的 一般如果说紧急 我们还有就是就医交通的补助 随时只要你有叫 有用到 我们就可以申请 我们以后会请卫生单位 多多宣导 由于这场悲剧的主因 除了女童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之外 就是女童的母亲 误以为叫救护车需要自费 因为考量经济因素 也没有理解医疗资讯 失去了第一时间将女童送医 急救的黄金时间 新竹县卫生局表示 未来一定会加强宣导 在山区原住民部落会加强医疗讲座的场次 要让民众可以充分了解紧急时刻 可以运用的医疗资源 不要让这样的遗憾再度发生 记者葛瑞拉列 新竹市采访报导 女童的死亡 也凸显了偏向紧急医疗不平等的问题 那么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昨天我们在新闻里头也有谈到 花东沿岸知名景点 有人提出要不要抽景点税 因为花东人潮最多的五个景点 是中国观光客定点停留的据点 有三处就位在台东 像是都兰的水往上流 就经常爆满人潮 造成周边的居民不便 所以观光景点是否需要收费 东莞处还有各界 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 每30分钟具有一批浏览车 有路水往上流观光景点 如今已是旅行社 安排中国观光客的重要短暂休息站 但在游客的大量 有路水往上流之后 多少也影响到在地居民 到附近从事农作的进出 居民不反对缩门票的方式 不过对于水往上流的游客人车涌入 在景点入口处要进行收费 因为景点腹地有限 观光局东莞处就认为 在执行上是有些困难 包括它的主要的通道 也是当地居民进出的一个通道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路口做这样的限制 那停车场本身的空间又很小 所以要停车场收费的话 可能以目前这样子一个基地的形式 大概是很难 旅行社人员支持着缩费用 作为公共设施的投资 希望能创造地方就业机会 那有了这个门票费用来讲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这个景区 旅游景区来讲的话 有更好的建设 那对地方上来讲的话 也是一种收入 然后可以招募更多的人 来这里维护 我们地方上的这个清洁 各方面 还有设置这个公共停车场 然后这个 其实对我们整个公共造产来讲的话 都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以目前东海岸沿线长达 170公里的路程 每一处景点东海处 几乎都设有停车场 以及厕所等公共设施 对于公测使用付费的方式 东海处就认为 收费是可行 但还必须做精确的评估 基本上我们也很希望说 可以朝向使用者付费 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 如果说在用公测收费的方式的话 可能目前是比较可行 那但是因为还有一些 民众的一些接受度 因为毕竟这几年 那么多年来 我们的公民旅游发展到这种程度 那一般公车都没有收费 那我们收费是不是会 能够得到这个民众的支持 我们这部分还需要 做一个比较精细的评估 东海岸的旅游景点 中古观光客已成为重要的客源 以目前中古观光客的旅游方式来看 师傅还没有深入到部落座 深度旅游 东管初表示 目前正积极辅导 结合东海岸沿线部落 潮漫游的方式将游客带进部落 带动部落的经济 记者卡扎福院台东 成功采访报道 不过接下来这项收费 却引发了很大的民怨 知名景点 武林农场收取10块钱的入园费 遭到当地环山部落居民的不满 为什么呢 武林农场收取10块钱 入园费的说法 是要帮来园区的族人 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但是当地泰雅族人 则是回应武林农场是泰雅族人的 传统领域 现在入园要10元 他们认为相当的不合理 那么农场表示 会再跟当地居民协调沟通 武林农场樱花盛开 在年节期间人潮爆满 每天至少700部车辆入园 今年特别实施交通管制 除了住宿旅客之外 不允许任何私人车辆通行 想要赏银就一定要搭赏银专车 相对的也让进入 临近环山部落内的游客 与观光效益减少 管制是很好 可是说对我们部落的一个 休闲观光产业的发展来讲 还是觉得这个管制带来了 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效益 除此之外居民表示 近期持续有族人遭到 园区收取十元的入园费 让族人大感不满 你平常不收 我们这次进去要收 那就不合理 我们以前去那边都不用 也不用什么通信证 就知道说我们这里平等礼 他们那边也是平等礼 那我们进去里面 你说收十块 他又说是为了什么保险 保险的理由是在哪里 我们也是不太清楚 你自己村庄的人 连进去都不能进去 也要收费 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这里是我们的传统领域 我们不能让别人来说 因为你是国家来 你说要收多少就多少 不行这样子 因为你已经占有 已经把我们土地占走了 也没有还我们土地 你现在来这样子 那我们后 这一代这样子 下一代是不是更惨 由于武林农场目前占地 大部分是泰雅族人 早期的传统领域 居民以往前往园区 都是免费 现在却又要向居民收取十元 居民怀疑园区是赶搭櫻花季 趁机收费 园区表示十元的费用一直都有 用途是要帮来园区的族人 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这个社会不是为了要我营收 我是为了要维护它的潜移 远期那么大 我们里面400公顷 又是死于山区 我们实在很难去确保它的安全 就有一个公共意外责任险 这是为了要分担风险 保证进来的游客的安全 我们会再跟里长来传达这个 其实都没有改变 以前就这样都没问题 只是因为季的时候 他们的车辆不能进来 这样而已 十元的收费用途 虽然是运用在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保障居民的安全 不过居民却无法认同收费的制度 园区应该在收费制度与用途上 在于当地的居民做充分的沟通 找到合理双赢的方式 记者 台中和平采访报导 镜头转到花莲 台八线中横公路大榆林 到泰鲁阁阁口 有多处的户来毁损 那么公路总局 打算用这些土石 做成石器护栏 排除过去常见的钢板 或是水泥工法 公路总局就地取材 希望可以融入当地景观 看起来更自然 当然也要兼顾安全性 台八线中横公路 近年来受到台风土石流影响 从大雨顶到花莲泰鲁阁阁口 有多处路段护栏毁损 公路总局落下公路段发现 一起把这些土石丢掉 不如就地取材这些石头 经过分裂后来制作出石切护栏 有一些是发生灾害 掉落到我们马路上 那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个收集以后 那作为取代这个传统式的钢板护栏 那在整个景观的视野上 也会比传统的会好许多 不仅如此 此工法价钱比原本的钢板型护栏造价 节省超过三分之一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以石头制作的护栏虽然美观 但是却没有钢板型护栏能够吸震 减少撞击力道的优点 批评工路段的设计 不该制考量成本 工路段则次强调 设计的石切护栏 是利用石材的角度互相堆叠 再混合泥土完成 印度大约等于以往水泥制作的 纽泽西护栏 缺点虽然没有钢板型护栏的柔性 但耐冲击力道较强 绝对可以防止车辆冲撞后坠骨 避免去年韩国旅游团 在中恒发生的坠骨意外 记者温家海 欢迎报道 行政院长江仪化 今天的率领副院长毛志国 还有秘书长陈维仁 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为下周二将进行的施政报告 还有总执行先暖身 江仪化拜会立法院表示 已经列出了50项本会期的优先法案 包括年金改革案 还有反媒体垄断专法 都会在本会席敌出 那么争取在立法院尽速过关 王金平提醒 行政院和立法院需要多做沟通 而江仪化则强调 副院长毛志国 一定会扮演国会沟通的重要角色 用诚恳的沟通取得朝野共识 那么50项的这些优先法案 有没有包含原住民法案 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 还有关心 另外就是今年1月1号 有9个地方法院设置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还有专顾 那么法官能不能了解原住民族灌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被指派在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审理案件的法官 最近也参加了相关专业研席 甚至亲自到原住民部落 来了解原住民族生活 还有习惯 并且听取原住民族的意见 就是希望未来审理原住民族 相关诉讼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所帮助 司法院韩文指定桃园 新竹 苗栗 南投 嘉义 高雄 屏东 台东 花莲等9处地方法院 自602年开始设立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定在101年底 就安排即将在原住民族专业法庭 审案的法官参加研席 让法官可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 参与审理这个专业案件的法官 未来能够更客观公正的 来去审理这些原住民的案件 因为他们在经由这样的研习过程之后 他们对于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 跟文化还有价值观 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他们就会由这样的角度去思考案件 那这样子在审理案件上也会比较妥视 比较能够贴近原住民族的想法 原住民族专业法庭的研习课程包括 原住民历史 文化 社会与人权 原住民族财产权的保护 原住民族传统习俗对于审判程序的影响 课程另一个部分也直接前往 新北市乌来乡的福山部落参访 与部落族人实际接触 实地了解原住民族文化与生活惯息 根据立法院给参加研习的法官 做的意见调查显示 法官们均表示参加研习课程很有意义 收获很多 听取想法及意见 也认识生活习惯与文化的特殊性 对于日后审理原住民族的案件时 相当有帮助 记者 国内阿里夫 台北市参谎报导 五年前前任澳洲总理陆克文 在国会发表公开谈话 代表政府向澳洲原住民族 百年来蒙受的殖民统治道歉 成为澳洲原住民族历史性的时刻 不过五年来 工党政府对于改善原住民族地位 还有现况没有具体的作为 导致现任总理吉拉德 还曾经一度在公开场合 遭到原住民族运动人士抗议 终于今年的2月13号 工党政府展现善意 提出修宪公投提案 要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族的地位 连跨党派的议员都支持 五年前当工党党魁陆克文 刚刚就任成为澳洲总理 他实践选前承诺 亲自在国会代表澳洲政府 向政府多年来施行的同化政策 向澳洲民族民族荡检 历史性的一刻全球转播 五年后现任总理吉拉德公开宣示 国会正式通过一项决议案 愿意推动公投修改宪法 承认澳洲原住民族 以及托雷斯岛民 就是澳洲的第一代居民 面对原住民族的议题 即便是反对党的党魁 也对修宪承认原住民族地位 表示支持 多年来澳洲朝野两党 面对公投的形势有许多分歧 但这一次面对原住民族议题 两党开始妥协 而且愿意展开对谈 目前澳洲国会的共识 就是希望有关修宪 承认原住民族地位的公投 不要再拖了 尤其今年又面临选举 各党都认为应该在选举之前 完成公投 国会通过的新法案 要求修宪承认澳洲原住民族 与托雷斯岛民 与澳洲广大的国土 有特殊的关系 而且必须改善原住民族 与非原住民族之间存在的歧视 与不公平 同时还要求政府 必须努力改善原住民族的现况 国会中的绿党 对这项历史性的进展表示喝彩 认为这是重要的提醒 提醒政府 必须修正过去 对原住民族所做的不公不义的错误 同时还继续向工党政府喊话 要求政府必须对遭到殖民 与白化的原住民族 提出赔偿 要求澳洲原住民族 享有独立主权的原住民族运动人士 在澳洲政府道歉五周年这一天 进入国会请愿 却被赶出会场 请愿者表示 国会根本不需要通过什么承认法案 因为早在1875年 英国女王就已经承认 澳洲原住民族的主权 只是长久以来 白人政府都漠视这段历史 请愿者反对修宪 因为认为根本就没有修宪的必要 强调原住民族早就应该享有 对这块土地的主权 原住民族与统治者的战争 没有结束 不过澳洲政府 依然在2月13号 在澳洲国会大楼外 举行庆祝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5周年的纪念日 记者布拉斯卡洛 整理报导 往来东部的族人要注意了 因为苏花公路115.8公里处 从今天开始 实施单线双向管制通行 稍后带你来了解 在台湾 有超过45万的新居民 很多妈妈从远地嫁来台湾 今年寒假 我们将跟着班的孩子 坐飞机回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 看看妈妈的故乡 了解妈妈怎么长大 一边玩 一边认识外婆和亲的人 现在就跟着他们 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 在原室16频道 有一些故事你还没看见 有一种声音你未曾听见 原室16频道将推出原住民纪录片系列 原室有请您与我们一起观察 不同的生活现场 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原室16频道 每段令我难忘的旅程 是来自愈 每次触动心灵深处的收获 而我马修连恩 是透过美食记录原味 真情的旅人 收获原味 真情的耐心 互相 在那边 新的追求 后面 评论 新的相机 新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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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有趣 我們要留下什麼的 因為我們現在講到一種 可能是我們的禍代 我們是在我們這一代的 在這裡借我們年曆發聲 把握我們的心聲 告訴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們的總統 清理馬上凱 做一個強而有勤的決策 謝謝你們來參與 也謝謝我們今天 機械的觀眾朋友 來參與我們討論 我們下次再會 老海出發來 往來花東地區的族人 要注意了 因為交通部公路總局就表示 施工需要 蘇花公路115.8公里處 從今天開始到5月31號 實施單線雙向管制通行 蘇花公路宜蘭東澳段附近 去年底連日大雨 陸基被掏空 那麼經過搶修之後 1月底暫時恢復了 雙線正常通車 提供春節大量運輸的需求 不過為了徹底穩定災害段 上下邊坡 從今天開始到5月底為止 將進行補強作業 這段施工期間 將取消春節期間的雙線正常通行 改採全天後 單線雙向 耗制管制通行 南下北上的紅綠燈 耗制每三分鐘對調一次 每次放行時間約1.5分鐘 那麼施工區段速限 每小時25公里 大型客貨車通行的時候 前後需保持50公尺安全車距 以免造成施工區的震動 另外就是農務繳局 金門馬祖從昨天開始 機場都陸續關閉了 有很多要收假返回工作崗位的民眾 就這樣被迫滯留在機場 受到農務影響 週一一整天 馬祖南北竿兩個機場幾乎全關閉 那麼旅客等了一整天都搭不到飛機 那麼週二上午又是一樣的狀況 北竿後補牌甚至到600多號 而金門航空站週一一整天搬機 也全都取消 有一千多個人被滯留 一直到今天上午呢 金門還有馬祖的機場 雖然陸續開場了 但是呢 候補人潮還是擠滿了櫃台 航空公司表示 將是情況加開搬機 春節期間油價不斷的上漲 那麼也跟著影響農民 因為耕田插秧都需要用到機具 用油量可以說是相當的大 造成農民沉重的負擔 而農委會為了減輕農民用油負擔 從101年就持續辦理農機用油漲幅補貼 但是呢這樣的美意 仍然有很多的族人到現在還不曉得這樣的消息 油價在這個春節又上漲 直接影響用油量大 耕田插秧使用農機的農民 油價不斷的上漲令農民苦不堪言 而為了減輕農民用油負擔 也特別從101年4月2日起 辦理農機用油漲幅補貼措施 依加值型以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免征5%的營業稅 同時以100年4月25號的油價作為基準價格 每月檢討油價變動情形 按月調整補貼額度 同一個月內補貼額度相同 2月份補貼額度以102年的1月前三週 平均價格為基準價格漲幅計算 1月份前三週平均油價計算結果 柴油每公升32.3元 較基準價格30.4元漲幅1.9元 由農委會補貼50%等同於1塊錢 同樣925000汽油也都有補助 不過這樣的措施仍有使用農機的族人 不知道 目前現在沒有 我們都沒有申請到 為什麼 不知道從哪裡申請 我不瞭解 我做到現在我還沒有申請過 還沒有申請過 別的地區我不曉得有沒有做 我這個已經買了五六年了 公所表示申請農機用油漲幅補貼 農民只需要出具農機的出廠證明 到鄉公所申請即可 而使用中古農機的農民 可請村里長提出使用證明 但引擎以及農機號碼需符何無 現在就是有機器的通常都知道 那我們之前就說油比較貴 有些農民有些機器沒有請的 他可能說他不知道說里長那邊可以開證明 那他就那邊沒請 那我們也是請他們來請 農機用油漲幅補貼以類型的不同 一年可以獲得四百到一萬兩千公升之間的用油補貼 有農機的所有人只要向直辖縣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農機使用證 並憑證領取免稅油平單 向當地加油站購油就可以享受補貼優惠 記者法務花蓮玉里採訪報導 油價持續上漲不只是農民大喊吃不消 連國道客運還有計程車業者也受不了 不排除要漲價 台北市計程車工會計劃在二月底前向主管單位爭取 起跳收費從70元調漲到75元 並且調高這個里程收費 國道客運業者則表示 目前交通部補貼政策是油價28塊10制定的 但是現在油價早就已經漲破了33.1元的上限 補貼已經不服使用 希望政府可以先調整 否則只能回歸市場機制調漲價格 以台中到台北為例 目前票價260元至少得調到300元左右 才可能打平成本 這區帶你來看就是環山部落去年剛成立守望相助隊 為了慰勞大家隊員就殺豬分享 以及小小聚會來檢討一年的工作成效 希望能夠在新的年度讓部落更有向心力 環山部落的族人忙進忙出將豬肉切割分配好 準備分享給附近的居民也慰勞環山部落的守望相助隊 平登里離場就提供自家的農場讓守望相助隊以及居民一起使用 我們是大家繼續聊一聊 將來針對今年度我們是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配合當地的派出所 所以說大家繼續去殺個豬 那不要擺桌烤烤肉這樣子 環山部落的守望相助隊在去年剛成立 隊上大約有五十多名的隊員 也協助部落內許多的事務 用我們這種民間的社區的力量去協助之外 最重要我們這個守望相助隊最大的功能就是說 在沒有經濟的幫助之下 大家能夠義務性的為自己社區 要為這個禮去做一種義務性的協助 平時除了自己的工作 還要協助救火救災 以及協助部落內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透過年度的小小聚會 來檢討一年的工作成效 希望能夠在新的年度 讓部落內更有團結向心力 記者丹利夫塞 台中和平採訪報導 開門時間一言再言的新竹世博台灣館 終於要在雲宵節前正式營運了 新竹市府今天宣布台灣館預定2月21號開幕 那麼兼具燈會 點燈 展覽還有多媒體的功能 今天先開放部分媒體還有民眾參觀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720度的全天域劇場 那麼內容你可以看到跟上海世博台灣館一樣 螢幕中有宇宙森林 還有我們台北101要讓民眾感受台灣之美 那麼市府估計2月21號到3月10號 台灣燈會期間參觀人數超過40萬人 可帶來不少的觀光收益 同樣也是拼觀光的南投仁愛鄉 除了天然美景還有豐富的人文歷史 仁愛鄉公所結合文創產業設計了4組造型可愛的原住民族公仔 那麼只送不賣 目的是要吸引觀光客前來仁愛鄉遊玩 一字排開一組兩個成雙成對造型可愛的原住民傳統服飾公仔 讓人看了就覺得特別 仁愛鄉公所結合了文創產業 製作出賽德克布農 泰牙以及百姨 鄉內四大族群的公仔 每個公仔高8公分 穿著不同族群的服裝 非常的可愛 公仔們未來將配合觀光文化等活動 行銷在地文化特色 這個公仔總共是我們仁愛鄉最主要的族群 包括泰牙族 賽德克族以及布農族 那我們也增加了我們鄉內的百姨族 那他們這個公仔就是由我們一些原住民的傳統的服飾來做一個展現 那藉由這個展現呢 讓我們的國人認識我們這四大族群的一個特色 由於仁愛鄉擁有多元族群文化涵養豐富 鄉公所苦思商品內容必須具備在地性 文化美感以及創意等三大元素 考究了各個族群的文化特色 特別設計出四大族群的公仔 各族男女一對公仔都穿上了具備有族群特色的傳統服飾 不僅做工講究也讓人愛不釋手 每個人看到了身穿族服的小公仔都愛不釋手 不過這些可是只送不賣 要當作仁愛鄉特色伴手禮來送出 不過礙於經費有限 單一族群也只做了350組 數量不多 僅能配合各種觀光文化活動時 以鼓勵有獎問答的方式來贈送給參加的民眾 藉由行銷箱內特有的文化及特色呈現仁愛鄉的美麗 記者咯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作詞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作詞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作詞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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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日不晚 佛海阳 佛海阳 阿姨 死守护 佛海阳 阿姨 道佛海阳 佛海阳 浵湖其水槌狂 我女孩子 您不晚 阿姨 因为ola ES� быст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郭台铭提议的淡水博弈复合园区 那么新北市长朱立伦就表示 如果是规划一个综合娱乐园区 内容不同于里岛博弈特区 那么新北市不排斥推动 不过本岛设置博弈还需要中央政策规划 还有通过相关配套法律 那么新任行政院长江一华就表示 这项议题还需要凝聚各界共识才有可能推动 继续带你来看就是台湾老人照护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是目前雇台湾开户一天就要两千元 有很多的家庭根本就负担不起 宏道老人基金会就打算引进终点外劳 只要是有聘估外劳资格的雇主就可以申请 现在就等老委会审议通过 根据统计台湾需要长期照顾的人口约有67万人 但是雇用本国级看护工平均一天要两千元 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 这几年来国内虽然培训了六千多名的居家照护员 提供失能身心障碍者 每个月九十个小时的居家照护补助 但仍供不应求 宏道老人基金会向老委会提案 希望透过终点外劳跟本国居家照顾员搭配合作 解决照顾人力不足的困境 四个人一组就两个本劳两个外劳 这样可以服务六个家庭 用走动式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模式去走的话 变成六个人只要申请两个外劳 就可以满足这样子的需求 基金会举例如果由本国劳工照顾白天的生活起居 晚上由外劳照顾平均每个月约四万元 如果一天照护的需求低于六个小时 拼用外劳一个月 只需要一万五千元到两万元不等 终点会比较贵 它不是算月比较便宜吗 晚上就八小时了 睡觉就八小时了 那我认为还是我们这样请外劳就可以了 短期也可以 价钱便宜也可以 目前国内有20万名全天候的外籍看护工 宏道指出雇佣终点外劳 虽然不会比请家庭看护外劳便宜 但雇主不用负担外劳生活管理跟劳健保 还有逃跑的责任 而由社福机构来负责 宏道基金会表示 只要老委会审议通过 将外劳聘雇资格放宽 让非政府组织也能聘用外劳 七月份就会重新北市新庄开始事办 记得陈淑珍谢奇闻台北报导 大学学策明天即发成鸡单 那么大考中心确认 违规的扣分原则 今年市场违规共计392件比去年少了52件 你手机或是手表发出的声响有194件件数最多 那么69件把手机带入市场 然后有45件是考试结束之后 那么领响还继续作答 除了手机放在走廊发出声响不予扣分之外 那么其他市场内发出声音的都扣一级分 另外学策明天就要计发成绩单 考生收到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征选的准备 家长要注意了 国外有项调查就发现 常吃油炸又咸的零食 不仅会造成学童肥胖 还会影响头脑 越吃越笨 甚至还会影响情绪 动物实验已经证实 这些食物很容易让人吃上瘾 就像烟一样很难解 过年期间学生们放假在家 没有课业压力 不是上网玩线上游戏 就是看电视配零食吃不停 往往过完一个年假 人也胖了一圈 爱吃啊 因为过年有买啦 所以才有吃 平常没有 吃葱子拼了 不葱子拼了 吃吃的没放到我们吃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 但零食可别吃太多 国外有项调查发现 这些零食大多是高油高糖高盐成分 吃多了不仅会变胖 还会让学童注意力不集中 影响上课学习 而且动物实验还发现 让老鼠吃六周高油脂饲料后 会出现烦躁 情绪低落等负面情绪 而另一组原本吃低脂饲料的老鼠 改吃高油脂饲料后 体重明显增加 灵活度变差 而且一旦停止高油糖食物后 情绪就变得很躁郁 就像烟瘾一样难戒除 另外澳洲日前也针对一万三千多位儿童 进行饮食形态调查 八年后追踪进行致力测验 结果发现 常摄取健康食物的儿童 智商相对比较高 两岁前吃越多零食 饮料 酱料等高油糖类 盐类食物的儿童 智商相对比较低 而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 欧洲流行病学杂志 记者赖水母徐吉峰台湾报道 过年期间免不了大吃大喝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 有多少食物根本都还没有机会 入口就被浪费掉了呢 游民间团体指出 台湾每年浪费的食物多达275万公顿 这个数量可以提供弱势族群 吃上十几年 走进大卖厂在大促销之下 多数人很可能不知不觉买下大量食物 而这些食物真的最后都会吃下肚麻 恐怕不见得 每个家庭过度过少都有浪费食物的经验 根据民间团体引用英国调查 台湾每年浪费275万公顿的食物 大约18亿元 每个人平均浪费121公斤 而生产这些食物要耗费大量能源 丢食物不环保更加浪费资源 很多菜你买一把跟两把跟三把的时候 其实有差别的 有时候你买一把刚好今天可以煮 但是你买三把 你刚好明天没有煮 你起身两把就浪费掉 所以我觉得买你刚好就好 台湾一年浪费掉的食物算一算 可以提供大约31万肉食族群吃十多年 民间团体也希望作为平台 收集快要过期的食物 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人 提醒民众少丢一口饭多救一个人 记者郭俊玲台北报道 有人浪费食物 但是也有人面临贫穷 而贫穷是全球原住民族碰到的难题 上次在加拿大北方靠近北极圈 有一个加拿大行政区称为Nunafut 那么几乎都是伊努特族原住民族人 这里常年饱受贫穷所苦 因为偏远地区物价跟民生物质 都比其他加拿大地区贵三倍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业者把交通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许多人赚的都付不完账单 那么长期制度性 结构性的不公平 让他们常年生活在贫穷的环境当中 这是一户伊努特族的家庭 对这家人来说 每天都必须面对如何活下去的问题 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三个人有收入 副长Iriel当警卫 每小时赚15块加币 大约每小时工资450块台币 比起这里平均赚300多块台币的平均值 还高一点点 不过在这个靠近北极圈的偏远的伊努特族地区 物价是都会去的三倍以上 因为业者把运输交通费 统统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 想要在Nunavut买房子贵得吓人 一个拥有两间卧房的小公寓的价格 跟在美国纽约买房子一样贵 这位负责赚钱的副长说 连想要找到一个像样的 可以租的房子都租不起 负担家计的男人承受压力 每天努力地让自己不要活在低潮的情绪中 白天上班 晚上也找工作来做 还要找空档跟孩子相处 到现在他努力地 还是要为孩子找到下一餐饭 跟这户人家一样的家庭 还有很多 根据统计 在Nunavut的地区 有63%的人口 生活在极度贫穷的环境中 住在这里的大部分的伊努特族人 都感到人生没有期望 这户人家已经被住的问题困扰了十年以上 上个月政府为贫穷的Nunavut地区 推出补充食物计划 但这样的政策 真的是伊努特族人想要的吗 我需要帮助 只因此 压缓 在这种厉害 abi 一块 I know there's people who are struggling more than me, but myself, I'm also struggling. I nee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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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借我们严厉发声 保护我们的心声 告诉我们的政统 告诉我们的总统 清理马上改革 做一个强而有力的决策 谢谢你们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机械的观众朋友 来参与我们讨论 我们下次再会 我还是发来 而是在都市的主人朋友们 我们将带给你 充满不一样的 最新知识 我家乐了 国师大武师 也是夜间铺 我找到了 不是什么吗 不是 妈妈帮你抢起来 你不要把她带过 我不想坐在那 好飞哦 来自台湾乡的泰雅孩子 益农即将要飞往千里达 去见分别十三年的妈妈 到了千里达 益农才知道 在地球的这一边 有这么多爱她的人 益农才舍得回台湾吗 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周一下午点 在原氏16频道 有一些故事 你还没看见 有一种声音 你未曾听见 原氏16频道 将推出原住民 纪录片系列 原氏有请您 与我们一起观察 不同的生活现场 寻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每段令我难忘的旅程 是来自于 每次触动 心灵深处的收获 而我马修连恩 是透过美食 记录原味 真情的旅人 带你来关心天气 那么今天呢 受到新一波 封面还有冷气团影响 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呢 都是湿冷天气 那么北部高温 比昨天下滑 9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呢 则较不受到影响 那么接着 带你来看 详细的深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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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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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